最末年中当然会有一些送礼啊 但是如果你收到这本书 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最近说呢有这个外交两岸专长的学者 收到外交部送的礼物哦 这本书叫做红色警报 中国在太平洋侵略性外交 引发全球战争的威胁这本书 说以一位德国人的视角来观察 中国对于并吞台湾的野心 然后呢就分析说什么中国对印太啊 还有全球的民主威胁 这是外交部的认知作战吗 好我们的住的大使谢志伟呢 不只翻译成中文书却还写了序 那根据风传媒的报导呢 很多学者收到之后 不知道这是新年礼物 还是这个叫做认知指导的读物呢 外交部现在是在下指令吗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政府宣布延长兵役啊 以后当兵一年 那外交部呢 脸书发了一张梗图说 台湾人民已经准备好为国家而战 而且这个署名居然还是台湾的外交部 又把中华民国变不见了 而且说真的 我们真的准备好为国家的自由而战吗 问题是国家为人民准备好了吗 我们有正规的训练吗 我们有足够的武器吗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 一个大问号 再来呢针对这个一边送书 一边去中华民国 那台大的教授 左振东教授就说 这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外交部自称台湾就是去主权化 那你到底是想要包哪个国家呢 你要凝聚全民的这种国家意识 凝聚全民的爱国意识 你第一个要把国家搞清楚吧 你国家都搞不清楚 国家都去主权化 被你们去主权化 然后呢 你要国民来爱国 这个是天方夜谭 第二个 你要讲这个红色警戒 你说对岸造成我们什么样大 什么样的威胁 我们当然在对岸 不断升高的军事威胁 不断升高的军事压力 我们都看到这件事情 可是你政府想了什么方法没有 你只是告诉我们说 有这些可怕的事情存在 但是我们要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政府做了什么事情 你对于这些事情 你采取了合适的方法吗 比如像你说 这些威胁都存在 这本书也不是今天才出来的 这本书已经 一定写了一段时间吧 为什么到今天才延长疫情呢 说是研讨了两年 这么重要的事情 这么急迫的事情 你要两年才做出来 简单一句话 选举考虑 政治操作 你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吗 第二个 这是谁造成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威胁 我们政府难道不要负任何的责任吗 然后再来呢 叫别人去当兵 那你自己呢 上战场 你会站在最前线吗 来民进党立委范云说 他认为女性也要当兵 还说呢他建议要修这个兵役法 期待呢 能不分性别 共同守护国家的那一天 那问题来了 那谁照顾家人呢 很多人会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他真的不能只是这样子出来 说一张嘴 保护国家是出一张嘴吗 先把会议记录拿出来 很多人会这样说 时事评论员黄阳明就说 这就是标准嘛 标准的什么呢 蹭热度刷存在感 今天讲的一副他想要当兵 对 那我就问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委员 你是刚当立委吗 你这个 你是不是应该要这个 马上一进立法院 2020年2月1号 你进去没多久 你就要写一个提案 兵役法 对不对 把女性 这个不分男 不是年满18岁的男子 而是中华民国人民 年满18岁都有服兵役之一物 你要去做修法 没有啊 你到现在那个大家那边讨论说 女性也要叫招的时候 你才出来蹭这个题目 这叫蹭题目 更何况 民进党现在已经过半了 你们要提还不容易吗 你们要修法过还不容易吗 可是你也先问问看 现在的女性真的愿意去 在战场上面吗 是不可能的吧 我不相信 好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